来 米尔欣 你现实命里缺水缺筋呢 铁拉 喂 能听到吗 哥 你说 是这样的 是因为我有个发小 就是也蛮好的 那天我就是去他家那里坐了一会儿 然后就突然就搅起了我之前的工作 因为我之前有两份工作 就不算是就简单说广泛一点 就是在体制内 然后但是我都是干了到期之后我就没干了 然后第二份工作我就跟他说怎么样 就是我有自己的看法 或者说我有自己的见解什么的 然后他就说说我被洗脑了 就是说有好好的工作不干 就还是说体制内比较好什么的 这是谁你家那口子说的 就大家总体的意见就是大环境 就是家人的意见 就他妈那时候也在那里 他哥也在那 然后还有他还有我那个发小 他们几个人在那里 就是说体制内以后比较好什么的 就好像是我们这边普遍都这么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跟那个你们的北方那边挺像的 就是北方那边反正我有认识的 不是就是在当那个老师的 在当那个教授的 都好像都是北方的 都很多 然后然后他就不知道 我们俩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怎么就了起了 就是说我因为我们都是近几年才比较就是刚毕业出去了几年 都会摸不爬滚倒的景象 然后他他就说国内 他的意思是他没说国内不好 但是他也不说国内好 他就他就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他就说国内政策时时变 然后什么 贪污的多 然后还有什么 他说如果说是要是以前老奖 老奖主导这个国家可能又不一样 又怎么怎么样是吧 那可能什么枪都能自由什么什么的 就是意思是国内限制太多了 然后他是这样觉得 然后我是 然后我自己其实我有一个特殊身份 我就不方便说了 但是我是觉得自己就没有什么说服力 然后他又他又觉得这个 呃 美国的什么政策自由 对他还讲了一个就是呃 美国的就是 比如说你一个平民就是犯了什么事 然后跟一个平民要去跟他 我们国他们国家的那个 呃法院打官司 他就是呃很平等 就是但是你在国内你就不可能实现 就是你就是你自己 你这个公民你就在国内打官司的话 你就是在跟国家做背抗 因为他是地方的法官嘛 即使他是上到最高的法院 他可能也是呃你是 他可能是呃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制度 最后他的意思是 没有那个国外的通透 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早去国外 他没有他没有去国外 如果说他说他如果要去国外 他会去呃美国和瑞士 因为他说妹他说瑞士那个什么 幸福指数是全球全全全世界最高的嘛 嗯 然后我我自己就不知道是 往哪方面哪方面回的 因为确实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朋友 我也没有说过去他的面子 你这是属于典型 典型职人 典型职人经典套餐 国外跟国内最大的不同 比如体制上的不同 比如社会性质上面的不同 比如国外对于这个所谓蓝领 蓝领的这个待遇不同 呃去去产生的一个就是盲目崇拜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这个 这位家人啊 他不了解国外真正的情况 那国外你说相对于来讲 是蓝领工资高 还是蓝领工资低 还是底层工资高 还是底层工资这个怎么说 因为我跟你这么说 呃一个月赚五六千的 打完税以后四五千 对吧 这个和刷碗的 大黑工的 他比起来一个月就只是多了四天休息时间 钱其实没多到哪去 刷碗这个活他不是单纯指刷碗指的是卖利器的活 卖利器三千块钱 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开销 其实女生送外卖送外卖也不需要什么太大的一个就是造诣 你得什么学历什么这东西 甚至很多卖利器的行业比他作为一个所谓的蓝领挣的还多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人家社会缺人 所以底层的劳动力会变得贵 不是说人家这个地方对于什么那个蓝领重视什么 这就是纯实过度铁 不以稀为贵嘛 就这么简单 在那个社会工作就是干这种体力活 需不需要任何个社会都需要 但有没有人愿意没有人愿意 所以说这些人才会有这个想法说我干体力活 我在美国我就挣的多 实际上不用说你挣多 可以说是蓝领挣的少 因为按照比例来讲 其实就是在我们家的蓝领和你说刷碗就有手就能干的这个活 收入上讲其实差的是很多的 但在国外差的不多 我们先别比数字 为什么不比数字 因为数字综合到最后比呈现出来的是生活质量 不是说折合人民币多少钱 那是 对吧 所以说那我们就讲生活质量 就是国外的蓝领和纯底层中间的差距更小 国内的差距很大 那有人在讨论大好还是小好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 你无论是小还是大 你过的是什么生活 就简单了嘛 对吧 对 你匹配度吗 你房子你花多钱呢 你喝可乐不也三美金吗 你吃顿饭俩人不也干一百吗 你车加一箱油不也是一百二美道吗 对不对 你买保险俩人 你一个人自己不也是一百五吗 上网不也是五十吗 你这不都是按美金算的吗 如果真正自己把这些开销都摊上了以后 再谈你外面能有啥 有没有国内这种社会的安全性 能到吗 到不了 这无庸置疑的 有没有这种发达程度 什么叫发达程度 对于老百姓来讲 就是民生里面的 比如送外卖啊 上面取的快递啊 晚上出去能吃的餐馆啊 东西有没有 没有 那你的生活品质在哪体现呢 是你平时买的肉啊 就只是上超市去买个肉嘛 肉便宜 肉确实你要说一块比一块 那他们美国肉确实比你便宜 便宜为啥 还是因为人少 对吧 一个人少一个人多的一个道理 那你有便宜的东西 它就会有贵的东西 那比如你家马桶坏了 你修一下就二百美金 这时候他妈不合人民币了 对吧 你这个 这不就很正常吗 其实我们 其实我在他那里讲 就是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制度 就完全是没有模板 给我们倒着去抄的 应该是不是 是不是这么说 我们这个模板是 我们自己出了个三五年的政策 比如说我们今年 我们就去搞个实验区 去实验一下那个模式 如果说这个模式行 那全国推广 是吧 贵民的那种 但是他 他美国 他主导的这个国家 或者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我是觉得 他就是 很多人就是按美国那样抄 但是抄来抄去 就发现 别的国家抄上去 他的人也达不到 就是那个 比如说像美国那种 像相匹配的那种 公共济水平 还有一个 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对 还有一个就是他举了一个 还有他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次他家就是属于那 他家是卖那种铜装的 然后有一次很搞笑 就是不知道哪来的贼 我开了车把他们家全部掏空了 然后报警了 然后一点用也没有 隔哪 小城镇 就是一个小镇上 那很离谱真的 不是 没有监控的吗 那可能几年前 那可能路上的监控都不这么完善了 说实话 这是真的 国内什么村村通 什么线线通什么的 通完了以后 连他们监控没通上 那个工程 那我不知道 他还给我举了一个例子 不是 他妈 他妈的哥哥就是 也是有关系的 以前还在我们那个镇上当过副镇长 我告诉你 国内但凡现在能有一例 说是我地儿被掏了 被搬空了 破不了岸 大盖帽 束手无策 操 互联网至少300个大围帮 你不紧要问 真的 这个事情确实就是这么礼服 还有一个就是 不行 我听你说话想尿尿 等会尿尿 我觉得英哥的直播间很多人才 小地方小地方地方就不说了 真的 因为我我确实是 我我不是来整活了兄弟们 就是我我真的是自己有疑问 就是我自己到了这个地步了 我没有变兄弟们 真的真人真事就是 就是那天那天我坐在他门口聊天啊 聊了大概两个多小时 他一直在跟我讲国外哪些哪些好 真的 我我我是那种编制 就是不是我个人的编 其实他说我被洗脑就是因为我自己政治身份 政治面貌比较特殊嘛 知道吧 这个真不是编的真的 这是真人真事 就我们这小镇啊 就是比较是那种大嘴巴那种 就是呃 你但凡发生了点什么事 他真的是整个真人上的人都知道 但是实时他的电就是没解决 就是丢东西了最后解决不了 对 报警了就没有没有没有点什么反应 感觉也没调查什么的 就直接告你不行 也应该是立案了 哪个省吧 你说说哪个省吧 你这广东 给我们避避坑 广东省 丢东西了 找不着 应该你又没有感觉就是国内有些政策会就是呃 比如说偏差会比较大一些 你像一些什么呃 我据我了解的就是呃 北方就是东部地区往上 他那种佣军政策啊还有一些什么地方的一些政策啊 会更好一点 像呃 反正我在广东我比较明显就是感觉这种地方要是落到广东来 好像广东省要吃很大亏一样就是 因为本来广东省就是打工人多嘛 啊 所以打工人少的地方给高点工资不不不合理 没有说不合理 这这肯定没有个不合理 我的意思是就是那种什么佣军政策啊 对待那种特别人士的那种政策啊 会落地的比较快 在广东没有什么 这种政策一直一直感觉就是没有落到我们头上 就说了哎 比如说今年说了呃 今年的佣军政策会怎么怎么办 但是可能还是没落下来 就可能还落不到全市 你可能落到个别市 又又没有落到全省 英哥你 我听不懂你想表达的到底是所以到最后所以呢 呃我就是想就是能不能从英哥这里学点吗 就是比如说我发小下次再拿这种事怼我的时候 我要怎么回怼他 我看你跟你发小什么之所以能成为发小 你俩应该是一类人 没有没有 我我跟他就是 因为我们我们是从小长到大的嘛 一起一直都是一起 然后但是但是他 你说有没有那种就是说 没结果的事 我一直纠结你刚才东西丢了那个 没结果的事 其实我也是碰见过没结果的事 我也是正儿八角碰见过的 你要说完全没有吧 我感觉显得太武断 但是在现代的这个就是最近近期来讲的话 几年之内我觉得你要说这个东西可能性太不大了 可能性太小了 应该是应该是你几年的时候的时候 那时候那时候可能性太小了 这是一个再一个 你要说抱怨的话 实际上说抱怨的话每个人都有 实话是说在座屋里面各位 别管你在中国在哪 说抱怨两声就是哪觉得不顺气的 或者怎么着抱怨肯定有 你不可能说完美的 这是该承认的 但是你要说这个东西是体制的问题 还是这个东西是社会风气也好 怎么着也好 这问题这个区分好了 我觉得很重要 比如说如果它是一个社会通用问题 就是哪个社会都会存在这个问题 哪个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 比如说你看 为什么国内还有小偷呢 那很正常 全世界哪都有小偷 应该说的这个我能理解 对吧 那你所以说你在说有一些事的时候 你要客观 比如你说北方薪资什么给的高 首先北方薪资给的真是不多 但是我就是 我没有说薪资这块 我说的是政策 不好意思 翻译一下 我的意思是有些政策 比如说 以前 那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好处 好处给的多 那好处给的多的原因是什么 都南下打工去了 那是 对不对 我说不好听的 咱们是全国各地都是一家人 但其实每一年 大家每一个省份来讲 也是齐头并进 更创辉煌 对吧 咱们说白了 通俗点讲 也都是明征安道也得挣 你省GDP 你就是交税的公司也得多 商家多 你自然省里面也有钱 对不对 每一个省也都跟那个一个年机里面的不同班机一样 也都互相争 那你肯定有不一样的政策 对吧 你能开除的口 包括就是说 现在来讲 相对来讲 比较靠后的 给的政策都非常好 从税收 包括你来的招商引资落地 这一套东西 给的都非常好 合理啊 没啥不合理的 确实有一些地方特别发达 有些地方还是一般 那确实 对吧 有些地方确实是一般 你因为啥 因为出力的人都去挣汇率差了 国内也不是没有挥率差 我在越西 有比较那个什么 比较跟你有 以前我没去过外省的时候 别人一听到我是广东的 就会觉得我很有钱 或者说我怎么怎么样 你是广东的 现在不 我刚才以为你是北京的 你是广东的 你懂不懂说广东的 什么 你懂不懂说广东的 什么 哦 少少啊 你讲些给我听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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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三大鱼种里面的一个 但我 我粤语讲的不好 南总你在哪里 说 你 你 死了 你 也事了 你梁非凡 我说这么多 你都不在广东園 你不用说谎话 死了 说这么多 带节奏啊 你在这里是带节奏 你不要在这里装广东園 你广东園笨 你死说小小 跟着你讲什么 你讲什么想法 你什么都说不出 对吗 对啊 他有问题了 他都 我都比他好 我的广东话都比他广东话好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不会讲也会听 对啊 我说这么简单东西 我说东西多简单啊